小尺寸板材将本机放置在稳固平整的支撑面上 手持板材至加工单元 升起压轮将板材放入窑口并将压轮压在板材上 窑边后板材会自动进击从而完成加工 大尺寸板材将板材放置在稳固的支撑面上 并将主机固定在钢管框架上锁紧 根据板材厚度及所需窝口尺寸调整好本机 机器从右侧切入 窑边后机器将自动行走 从右到左完成加工 注意本机焊接有钢管框架 必要时可用螺钉压板等将本机固定在框架上 大尺寸板材的背面坡口 将本机上下倒转 从板材左侧切入 从左到右完成加工 管子坡口 加工管子坡口前需更换附件 完全松开螺针 取下托架组件 再安装随机配的方孔垫片 并锁紧螺针 将定位轴安装在本机所侧的螺纹孔处 用扳手锁紧 便可开始进行加工 切换下托架 盖子坡口 再炸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